打三千多字 为中国石碑之最 隐若中天 宛若先玉 是碑文对慧圣宫的描绘 看着这四米多长的碧细 三层楼高的石碑 让人联想当年慧圣宫之高大雄伟 公元1030年 仁宗赵真为减少祭祀奔波之苦 在此修建慧圣宫 慧圣亦为拜业圣人 宫内悬挂有宋太祖 宋太宗 宋真宗的圣容 每年春秋两季 庞大的船队从汴京出发 景黄河 伊洛河 到达慧圣宫 祭奠先祖 河对面的三座地灵 尽收眼底 如今这块慧圣宫碑 成为宋人宗时期 活力昌盛 慧圣宫 气势微红的见证 春秋散文大学说 为人君指于人 为人臣指于静 为人子指于孝 为人父指于祠 人臣是对君王的最高评价 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位人宗 而宋人宗赵真被誉为千古第一人君 这是一幅清代地建图书中的夜指烧羊图 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讲述的是宋人宗半夜忍饥不食烧羊的故事 人宗半夜饿了 想吃烤羊肉 但是一想 如果吃一次 以后一处就会经常准备 浪费人力物力 考虑再三 还是不吃算了 天下之土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身为皇帝 能因不忍之心而克制私欲 极其可贵 直到公元1038年 宋朝国父民强成平日久 忽然狂风骤起 乌云碧玉 王朝的西北 一个坚毅暴力的对手 出现在赵真面前 他就是西夏开国皇帝 李源浩 西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初 党相首领帅步祥唐 被赐姓李 封为平西宫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 党相李氏向宋氏浩 朝共不断 朝共不断 相比赵真 南门外的镇灵将军 共两尊 镇灵将军顶盔冠甲 双手主乐 眉头紧皱 秉息宁神 好似一直在思考心中的谜团 宋朝 余兵百万 为什么声势浩大的宋军精锐 却屡自被小小的西夏击败 从公元1040年到1042年 李元昊大举进攻宋朝 交战于三川口 好水川 定川寨 宋军三战三败 四万余精锐 全部覆没 朝野震惊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 庆历年间 李元昊强权 西夏总兵力达到六十九万五千余人 且西夏盛产战拉 仁宗面对的西夏并不弱小 欧阳修说 无兵虽重 不得不分 一笔之多 积无之寡 不得不败也 宋军虽多 却分散全国 每次都是一笔五 甚至一笔十的兵力 对战细下 清敌冒尽 陷入何为 败局定义 就在三战三败之后 辽国借机在幽州集结重兵 索要关南之地 仁宗派复辟出使辽国 最终以增加岁碧银十万两 捐十万匹 宋辽两国维持缠冤之盟的和平 史称庆碧增碧 连年战争也让西夏民穷财敬 人怨沸腾 形势所迫 李元昊主动求和 于庆历四年签订合约 取消帝昊 接受宋朝册封 但宋朝须每年碎赐西夏银五万两 卷十三万匹 茶两万斤 开放边境贸易 史称庆利和益 仁宗认为 只要能避免战争 不造成民生凋敝 只能两害相较 取其轻 舍去财物也在所不惜 至此 仁宗时期的宋夏大战 以赔偿碎壁而平息 在永昭陵内城 共有内侍四尊 南门内与风土前各两尊 内侍身体修长 袍袖变短 相比永定陵与会胜宫碑 高大精美的雕刻 用昭陵时刻线条生硬 略显粗疏 相隔短短三四十年 究竟是什么 让宋陵时刻有如此大的反差 宋朝第一场改革 庆利新政 为何匆匆泄募 大宋王朝走向衰弱的根源 用在哪里 恩应制是官僚世袭制的变相 允许高级官员向朝廷推荐亲属 或门声为官 以稳定中心 汉唐也有恩应制 人数一至两人 宋朝实行后养政策 推恩多达二十人 此外 科举的高路曲率 也让更多文人踏上仕途 官僚机构 也随之变得越发臃肿 朝廷官员由太祖时期三五千人 猛增到仁宗黄佑年间两万余人 官五倍于旧 据宋氏执官制记载 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长八九 官场仁浮于事推为扯皮 冗官冗费逐渐形成 公元1039年 为了应对西夏的挑衅 宋军规模 进一步攀升至一百二十五万 达到北宋最多军费暴涨 冗官冗费冗兵三冗问题 已然形成 辩经皇宫里的宋仁宗黯然伤身 朝廷入不敷出 甚至出现了用皇宫内裤填补财政亏空 以维持朝政运行 寻求革新之道 不可避免地摆在了仁宗面前 这是永昭陵神道的一尊文臣 身材高大 朴实无华 有学者说 他就是宋朝第一名臣 范仲淹 范仲淹 两岁而故 家贫无依